各位網友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比特幣 講比特幣之前,我想講一個故事,一個明朝的故事 明朝有一個大奸臣,那個叫嚴嵩 嚴嵩的兒子叫嚴世帆,其實所有嚴嵩的計劃都是他的兒子出來的 嚴世帆其實就是金平梅的西門慶的投射的人 即是他那個淫亂,他那個謊人無盜就是抄嚴世帆 嚴世帆就是一個單眼的,一個肥佬,還要是腳腳的 但他是非常之謊人,最厲害就是整死人和好功於心計 他曾經都被參加過,說他貪贓,即是貪錢 被人困在他獄裏面 有些人就以為這條罪可以令到嚴世帆致死 嚴世帆就跟自己辯護,他說他在做官那麼多年 除了有個冤獄是做了給沈煉和楊繼盛之外 其實就沒有什麼差錯 為什麼他要這樣說?其實他就放風告訴別人 想別人參與他,就是他害了這兩個忠臣 他打的原意算盤就是因為嘉靖王是同意他去處理這個事件 如果說這件事件是有錯的時候 即是說自己也有錯,老闆是要面子的 一定就是會補他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加重這條罪的時候 他們就會放出來 這個本來就是嚴世帆打的如意算盤 但是他那個對手隨階很厲害 他知道他就想這個辦法 他就說貪這些錢,弄死那些人是不會去死罪 唯一一個會是死罪的就是通賣國 那就是說他跟汪籍有關係 汪籍就是跟劉寇有關係的時候 那麼這個這麼重要的罪名 皇帝就沒有辦法不補 就是說你結黨刑屍和通外敵 這個一定是死罪 最後就是死就死在這裏 說回比特幣,比特幣現在經常被人說 說他是浪電 浪費電力就等於嚴世帆說的 走去害死那些忠臣 這個不是死罪來的 浪費電力一定不是死罪 他唯一,比特幣消失在這個世界上 只有一個罪 就是取代美元 取代美元的法定貨幣這個地位 才是死罪 所以,反過來 那個消耗能源,虛耗能源 是他的護身符利 因為他和消耗能源掛勾 才可以給他一個價值 是有一個成本在 這個是一個非常之高招 如果要剷除比特幣 唯有就是他能夠取代法定貨幣 但是,這些虛擬貨幣 他們的買賣差價 和每一天的高低波幅這麼高 根本就是沒有可能取代法定貨幣 所以,從剛才的推理來說 即是說比特幣是非常之安全 今天想說的比特幣和嚴世帆 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 大家聊一聊 拜拜